好几双手合理把大球推进立法院栅栏 白球上写着公民捍卫民主 似乎也代表着不少人民的心声 尽管外头不识飘雨 却交不习他们坚定的心 从头到尾拒绝讨论 这件事情非常夸张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 那我们不希望台湾的民主 得来福利的民主被踩在脚底下 立法院职权新施法三读通过 晚间抗议民众集结立法院 直到晚间九点半 主办单位宣布人数超过七万人 台上民众更亮出大大字条 反黑箱 要民主 而整场活动串联全台 高雄有民众站上台发表感想 影片被市长陈其脉转发 他希望能用温核弹坚定的方式 引起大家共鸣 大家今天会想要站上街头 一定是带着自己的顺度来 但是其实我们想要做的都是 让台湾变更好 我们希望立法委员在整个配套的法案 都可以回头试案 在整个法案还没有公告执行以前 都还可以收得回来 五二八青鸟活动 高雄抗议人数破万 这已经是第四场抗议活动 部分民众谴责蓝白两党联手推出国会改革法案 担心权力过度集中 将会威胁民主程序 希望透过串联活动 让蓝白阵营可以听到民众的声声 TV新闻综合播动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